A2到B6就这边而已 录取的学校跟毕业生A2到B6 这个范围就好 后面的百分率没有进来哦 没有进来 就他所现在所讲的这个 选起来之后呢 我们到插入的这个标签进来啊 这边就会看到一个圆圆的大柄图 大柄图 点下去啊 里面啊只有立体大柄图 立体圆形图只有这个 他没有裂开的 他没有裂开的圆形图 没有裂开的圆形图 所以麻烦各位要选这个 你只能选这一个 也只能选这一个 好 点下去之后呢 点下去之后呢 那么呢 这个时候啊 你就发现他已经跑一个出来了 好 他要裂开 他要裂开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让 想办法把它裂开一下 想办法让他自己裂开 来 那你先出来 先跟我一样 跑一个大柄图出来了 等到你跑大柄图 大柄图出来之后呢 你点到起 你把这大柄图点一下就好哦 点一下就好 接着呢 右键点一下呢 你选这一个啊 叫做资料 右键点一下 选资料数列格式 资料啊 数列格式 哦 大柄图出来之后呢 点一下大柄图 接着呢 在上面啊 右键点一下 选资料数列格式以后 看右边的窗格 右边就会有窗格了 有没有看到 在右边这个窗格这里啊 你呢 找一下 那有没有一个叫做 数列选项的按钮 第三个 就我现在滑鼠指的 这一个 第三个 有没有哦 我来讲的是哦 第一个你把 大柄先点一下啊 大柄图点一下以后 右键点一下 选资料 数列格式 进来之后呢 上面有三个按钮 来选第三个 第三个 为什么选第三个 因为里面就会有一个 圆形图分裂告款点 这个选项哦 啊因为呢 这边变成是我们自己要 设定的 我们自己要去设定的 哦 所以呢 这边的话就由你自己呢 觉得哦 多少 你觉得OK 设定它的样子大概是20%应该就够了 大概20%左右 有没有 圆形图分裂这个纸 有没有找到 有哦 这个大柄图哦 通常是那个直销他们最喜欢的那种 因为他们最喜欢画大柄 对啊 有一次哦 以前还在还在学校的时候 去台北哦 参加一个某某直销公司哦 那同学介绍去听的 我不 我是不会排斥 只是说比较少接触了 哦 讲的每个人哦 上台那一 每个人上台 还讲的那些流眼泪哦 天大地大 没有那个东西 没有那个家 没有那家公司大 哦 嘿 然后呢 这个我不曉得 讲的每个人都慷慨了 嘿 然后呢 父亲母亲没有那个亲 没有那家公司来的亲 都可以不用回家了 这样 好 好 所以 现在好像比较少 我不曉得 还是因为 大概我的朋友旁边都走光 都没有 都没来跟他说的 对啊 嘿 不知道 大概我比较少接触到 来 再来 所以呢 这大笔图就分裂哦 我是设20啦 20长这样 哦 大概你也跟我差不多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他说哦 在图表上方啊 显示图表标题哦 在图表上方 显示图表标题 哇 我来说 嘿哦 果难当头一切从简 那里哦 你不要用砍 你去copy更快 现在要copy 各位知道吗 哦 对 哦 你看 这边嘛 来 这个先把它摆旁边 你去把这个字哦 去把这一排 98学年度 毕业生这个哦 把它copy 起来 那里哦 等别想怕 把这个98学年度 应届毕业生啊 copy 起来 然后呢 去把这个毕业生三个字哦 把它的主要的标题啊 上面的图表标题 毕业生三个字选起来 贴上呢 哦 我们刚刚啊 刚刚才copy进来的那个 哦 就是8学年度应届毕业生 可是呢 它也要两排哦 它也要两排啊 所以呢 我们呢 先把第一排先贴进来嘛 不要紧张 先把第一排贴进来 贴进来之后呢 我们啊 还有第二排 对不对 你就要在里面点两下 在这边 在这边 因为你呢 如果点低下 的时候呢 它上面只会显示上面那一排 第一排 你呢 要 cull底下这一排 升学人数统计 你就要在里面点两下 嘿 这样的话呢 你才会找到选 你才会有办法选到下面这一排 哦 你才会有办法选到下面这一排 哦 然后右键点一下呢 把它复制起来 哦 把它copy起来 复制起来 好 复制起来之后呢 那么你看一下 我们在 这个 当你复制完毕以后呢 接下来 这个总标题这里哦 嘿 总标题这边啊 总标题这边呢 你在升的后面点一下 让你的那个游标啊 在升的 毕业生的升的后面一闪一闪的以后呢 按一下键盘的 Enter键 按一下键盘的那个Enter键 哦 我跟你讲哦 那个Enter键不能用键盘最右边那一个 用中间这一个 它才会下来 Enter键有两个 一个是最右边那一个 一个是中间这一个 有没有 你按最右边那个Enter键哦 它不会跑下来 哦 你要按中间那个Enter键 知道吗 它会认人啊 哦 然后再把它呢 贴进来 按一个好 好 然后那要求几级啊 12级大小 12级大小 所以我把字选起来 哦 来 12级选起来 把这选起来之后呢 设为12级的大小 现在14级 这小一点就好 OK 这样会了哈 所以到这边呢 我们的第二小题就 结束了 哦 第一小题 第二小题就OK了 所以第二小题就结束 到这边有没有 好 等你一下 订阅